距离2018北京马拉松开跑,也就剩个五天左右了,没想到消停了几天的北马,最近又出了腰额字。 月前,国内名将木正化在北马公布了比赛选手分区后,第一时间回应,想要拿走冠军,除非我死了,那么到底有国马之称的北马,做了什么人神共分,那是才热得这位马拉松名将如此愤怒。 原来,北马对外号称安城记分区起跑,却不想最后居然把一位220的马拉松名将分到了最末端的F区起跑,这就意味着木正化到学后,将通过一大段拥挤的人群,触发环境恶劣,速度起不来。 对于志在北马夺冠的穆正化来说,剪辑犹如晴天霹雳了,也难怪人家大佬要发这么大的脾气,当然更主要的原因,我估摸着还是跟那十万奖金有关吧,毕竟目前在中国马拉松大满贯男子大中组别中,穆正化,甲额人家,运运桥,三人积分咬得非常紧,谁都有希望拿到中国填写的那十万奖金, 所以穆正化才会有一种被人摆了一刀的感觉吧,不过从目前众好友的反馈来看,可能穆大神在被坑的路上并不孤单,有不少好友表示,出好的矮程记排分区,最后大批的240选手却被分到了F组,我们参加一个北马,今年跑步好,明年继续报名继续跑就好了, 可对于一个把跑步当作梦想来实现的年轻人来说意义就不一样了,尤其这次北马对穆正化这样的选手来说有多重要,不言而喻,北马也不是什么第一年才办的年轻比赛了, 在一股首都举办的如此大型赛事,细节这处处漏破绽,真的让人唏嘘,希望赛事组委会能更加合理规范的制定规则,还给我们一个精彩的大满贯赛事, 让百刀留下的是选手们精彩的对决,也让我们的马拉松不再总是充斥着神鬼模变的流言蜚语,而是饱满洋溢的体育精神。